我面前提出来你要入坠 你要仰仗一个女人来给你一个家 你是有什么样的才能能仰仗一个女人 要给你这些东西 给你这些你所要的幸福 对不起我冒昧地打断你娜娜 因为我多少觉得言辞稍微有点激烈 我知道读到入坠这个词的时候 对我相信你也理解 可能你也有过感受 就是对很多人来讲这个词有点敏感 上面你觉得有点敏感 那么它当中有什么原因呢 已经灭灯了 就代表你们不再考虑了 可能你们没给他解释的空间 有点心急 或者你们觉得这接受不了 但是我不得不说一句 不要老把入坠啊 当上门女婿看成一个好像很不好的事情 是有的可能男方出息少一点 但是不上门的女婿 她就一定个个有出息吗 现在还有人要灭灯吗 挑战第三关 爱情连唱机 开始 非常抱歉 因为我个子的问题 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非常失败 让大家失望了 对不起 这首歌 叫爱江山更爱美人 刘一璇我跟你讲啊 刚才那个冲冠 我认为不是个子的问题 是你内心 你内心很想成功 你很想证明给这些人看 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其实你可以做得到 你冲得太猛了 你那一脚蹬下去 把自己蹬回去了 但是我很能理解 我非常非常能理解 我也请各位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 你站在这里 当他勇于讲出 这个入坠的时候呢 大家纷纷灭灯 而且还有一点点言辞激烈 当然 我可以理解你们 找老公 当然要找自己合适的 但是也挺理解 他的内心激动 为什么会挑 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 因为这是我的初恋情歌 你曾经唱给过一个女人听 对 然后呢 后面分了 为什么 因为家庭的原因吧 好 志玲 她是很执着 但是也很不现实 如果你是一个上门女婿的话 你哪来的江山 你比多只有美人 好 我待会就会让她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一并解决 来 何享 你说你想做倒擦门 可是我想跟你说 倒擦门也不是那么容易好擦的 你有什么资本去倒擦进人家呢 要像帽 没有像帽 要个子 没有个子 看见你以后 我特别后悔今天 为什么站在这里 说的是现实 但最后一句不太中听 那么爱情点上去就到此为止 谁要灭灯 三 二 一 选择 没有 没有啊 好 在我身边这个男人简直就是一个谜 解码男主角 我们来看看这个谜一样的男人 我自我感觉我是一个比较苦命的人 我自我感觉我是一个比较苦命的人 又在我出生九个月的时候 十三岁就逼我出来打工 十三岁就逼我出来打工 经过黑厂 做过藤椅 补过鞋 又卖过菜 后面就学了厨师 等我厨师学好的时候 有稳定的收入的时候 我老爸的病是越来越重 后面他为了我 不想再给我欠太多的债 他拒绝治疗 这个事情都是到他去世之后 我回家去 家里的人才跟我说 他好久没有去医院了 我当时心里感到非常的内疚 我他怎么可以去世呢 我说我还没有 日子我们的还没过好 老爸这么多年 又当爹又当妈的 含辛茹苦的把我养得这么大 还没过上幸福日子 我感觉到真的很内疚这个事情 因为从小在这种环境上长大 说那种熏陶对钱可能看得比较重要 看完了 吕辛茹可纷纷都灭掉了分 你一人一句话告诉我最直接的理由 我觉得虽然这个社会很现实 但是钱并不是你吃软饭的理由 你把道餐们比作吃软饭 是的 因为我觉得你够真诚 你够执着 你也够勇敢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拼出一个 属于你自己的未来 一层他们讲完 我们一并告诉他们好吗 尼可 一句话告诉我理由 那刚才为什么会亮得这个灯一直没有灭 我觉得我希望你可以站在这个台上时间更久一点 让更多的人来关注你一下 然后看你可不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幸福 如果你们的言论是不是跟刚刚的意见有比较类似 都是想给他更多的时间 他讲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想现在大家都在想提他的理由 我们是可以让他先讲理由吗 古一 龙龙 小宇 可以 很好 玉秀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把灯亮到现在 我也真正的感谢大家 对于我为什么要到插门 现在大家也刚刚看了我的威斯也知道了 当时出来打工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就说过的 我一定要好好地赚钱 我一定要好好地顶天地地做一个男人 一定要出人头地 让我家乡的人看看我 在我学厨师的时候 别人都说 他说小刘啊 你这个个子学厨师不行的 你还是另外找一份职业吧 我说不行 我选择厨师 我说我就快把它给做出来 但是呢 在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老爸就给我打电话说 他说 儿子啊 你在外面好好干吧 他说 我这个病是治不好了 我不能再治了 他说 如果我再治的话 这后面的债就欠得越来越多了 你就 以后就无法成家了 当时我在电话里听到 他跟我说这么一句话的时候 我就 我就骂他了 我说你必须得快去 必须得去医治 不能这样子 他当时在电话里 敷衍我说去医治 后面没过多久 家里就打电话来说 我老爸去世了 我不相信 我说怎么可能这么快呢 在我那种家庭环境成长 成长大的人 受那种环境熏陶的人 不可能吃不了苦的 但是我 为了我的将来 为了我以后的家庭 我选择了上门 我 顶着世俗的 唾骂 选择了入坠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有人在鼓掌 有人没有 娜娜 首先我想在这里 真诚地 向你说声对不起 然后 我为我刚才过激的言辞 来向你道歉 我现在知道 你 入坠的原因是因为 你想要再有个家 对不起 小语 其实我想说的是 就是你的真诚和善良 大家都能看到 你有你自己的坚强 你会一直说 你只有初衷水平 但是你能做到现在 已经很不错了 你会说你是一个男人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 不需要这样委屈自己 你不需要说 把自己摆在这么委屈的位置 然后去希望 只是为了让他们过得好 不是这样才能过得好 而且你到插门 你有多大的把握 那是爱情 而不是同情 这个故事很复杂 我觉得他有点服输 但是输是因为 他服输是因为 他经历的太多 所以他太想要有个家 我明白你想让他不要服输 我也觉得他有点服输 但是我很能理解 我觉得他可以再坚强 坚强这个词 有的时候说说而已 但是我说一句 万方老师 这个我也得提醒一下 这个小刘 刘玉先生 你可能也有点误区 我也不认为 你就一定是吃软饭 但是你不要一心一意地认为 我就只有上门才是我的 当上门女婿才是我的唯一的出路 这个就有点偏执了 所以呢 刚才我觉得这几个姑娘提醒你啊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是 对不对 万峰老师 谢谢你这么指点我 我相信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每一个人 从每一种角度上去看的问题 他得出的答案就不一样 毕竟我年龄也不小了 也是27岁的人了 如果说我再去拼的话 像我现在这么一个成就 能够拼到什么时候 那我给你 好了 我打断你 我必须打断你 我给你举个例 你四川人是吧 对 就是一个四川小伙子 这样十年前 那时候已经结婚过 三十多岁了 后来婚姻也不幸福 然后呢 在杭州 曾经身上就几十块钱 然后呢 就睡在这个什么 立交桥 睡过半个月 最后 他问我 应该干什么 我无形中 我无意随便提醒了一句 学厨师啊 他真的一心一意去学了 然后呢 经过他十年八年的努力 前两年来见我 他已经拼到了什么地步了 当了我们杭州 香格里拉饭店的特级厨师 而且娶了杭州姑娘做老婆 人家起步的岁数比你大 三十多岁了 所以不要认为 我二十年